叶雪歪着头,你什么时候结巴了? 蓝溪辰脸色爆红,道,不是,是我有事想请求殿下。 叶雪道,明天都重来了,还有要现在求的? 蓝溪辰道,是为了回宿的事求的,哦? 叶雪道石桌上坐下,顺便伸手示意她也坐下,什么事? 已经大深夜,没人端茶水,也不便叫人。 只能顺着格外美的月光,干巴巴地聊两句。 蓝溪辰道,妄姬她可以带着记忆,我想,是否我也可以。 叶雪奇怪,你带着记忆干嘛? 蓝妄姬带着记忆是要护着长生,难不成你也想保护什么人? 叶雪心里猛地想起她和金光瑶那不清不楚的关系,心道都这样了,蓝溪辰还想着护她呢? 如果金光瑶来生,要是不那么执迷与人认父,或许她能过得正常一点。 蓝溪辰红着脸,是,我也有想守护的人。 叶雪有些不爽,那金光瑶在害死她弟弟这件事上出了大力气,还要让她有人守护。 想什么?不同意。 叶雪冷冷道,每个人有自己的机遇,她来世若是还重蹈覆辙,谁都保护不了她。 你是蓝忘机的哥哥,我弟弟夜无限也算是你弟夫,你不帮着他们,却想着外人。 蓝溪辰,在你心里,你弟弟的感受真的不如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吗? 说完,叶雪拂袖而去,独留蓝溪辰待在原地。 作恶多端,什么时候?天神还能作恶吗? 而且,他们两个勉强也算一家人,为什么是帮着外人? 蓝溪辰始终没想明白是什么个章程,在院子里愣了许久。 他想要解释吧,又不敢敲门再打扰。 可就这么离开,总觉得心里闷闷的,特别难受。 夜无限之前跟蓝忘机找蓝溪辰聊过,确认了蓝溪辰一眼,就把那天神姐姐给放到心里去了。 有告诉过他,自家阿姐喜欢能够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闹的人,所以蓝溪辰才想着。 如果带着记忆回溯,到时候遇到夜雪,他就能把所有精力放在他身上。 结果晚上,只是稍微问一下,发现他说的什么的,自己都没明白。 眼见着时辰快到了,蓝溪辰叹了口气,回了自己房间。 黎明到来之际,原本毫无睡意,甚至很精神的蓝溪辰,沉沉地闭眼睡去。 太阳出声,暖光照射在大地上。 这个季节是初春正凉之时,怡陵街头有个四五岁的小孩子被赶出了驿站,一路寻找的自己的爹娘。 一个白色长衫,带着斗笠的女人,轻轻走到那男孩面前,问道,你可是魏英。 男孩不记得自己叫什么,但是他阿爹阿娘一直叫他阿英。 男孩点点头,小心翼翼道,我叫阿英,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魏英。 女人温声道,你的父亲叫魏长泽,母亲叫藏色散人,对吗? 男孩道,对。 女人摸了摸他的头,说道,我是你母亲的师父,抱山散人。 得知他身云,便来寻你。 男孩猛地哭了起来,你骗人,阿娘才没死呢。 先前客栈的老板把他们一家的东西丢了出来,说他父母已经死了。 那时候他都没哭,因为阿娘说回来给他买礼物的,他相信阿娘会来。 没想到,现在又有一个说是阿娘的师父,张口就告诉他这个噩耗,便忍不住地大哭起来。 女人身后传出一个极不耐烦的小姑娘的声音,吴修怡,你真的,我服气了。 你要么直接带走,要么哄一下他,这么明晃晃地说他父母死了,换作谁都接受不了,他还是个孩子呢。 吴修有些手足无措道,那,殿下,要怎么办? 夜雪无语,叹了口气,手里便出一块糕点,小弟弟,跟我们回去。 你阿爹阿娘,去了很远的地方,要到长大后才见到。 小小的魏英不知道为何,对眼前比自己大几岁,还会变魔术的姐姐好感特别强。 伸手接了她的糖,姐姐好,夜雪瞬间被萌化了。 想想夜无线这般孩童模样,还是十几万年前。 是天界的十几万年前,如今又见着了奶嘟嘟的小无线,瞬间又像十几万年前那样,想把什么都给她。 夜雪揉了揉她有些脏兮兮地发顶,在捏了捏长大后没有了的奶镖,道,阿姐带你回家,好不好? 没有了记忆的夜无线,依旧对夜雪有着骨子里存在的信任和依赖,诺诺道,好,就这样。 原本流浪几年的夜无线,在父母离开的几天后,被接回了苍山。 那是暴山散人,无休在凡间的休养之地,是个灵气极为充沛的室外仙山。 那座山有着众多镇法杖研法,从来没有人见到过这座山,别说进去了。 最后在客栈住了一晚,给小小的夜无线,未应清洗了一番后,第二天,他们才回苍山。 而此时,莲花雾里,刚知道固有离世的江丰年,又听说了固有之子被人带走了。 他在正堂上坐了许久,直到于子渊听门声说他在找藏色的孩子,怒气冲冲进来找他吵架后,才甩掉脑子里的混乱。 于子渊那张嘴实在是没教养,还在远处就不顾及,有其他人就骂,江丰年你还真是多情啊,还说你和藏色那个贱人没有什么。 现在人家看不上你,跟一个白眼狼,一个低贱的家仆走了,你还这么放心不下呢? 是啊,你得多不甘心啊,输给一个低贱的家仆。 这么着急想要把那个家仆的孩子带回来,难不成是你私生子? 江家众人纷纷躲避,至于夫人喜欢拿紫殿抽人,还是不要惹她为好。 于子渊,眉山于是大小姐,夜列时遇到江丰年,便倾心于她。 只是,那时候江丰年身边已经有一个样貌绝美,又特有侠义之心的女子,那就是抱山散人的徒弟藏色散人。 她刚出世,就在百家心中刷了一波好感,纷纷赞叹不愧是抱山散人之徒。 于子渊多次让家仁去江家商谈联姻之事,可江丰年就是不肯松口。 那时候的众人都以为藏色会是江家下一个宗主夫人时,藏色却和江丰年的下属为长则成婚。 后来,江丰年被逼无奈,才答应娶了于子渊。 于子渊入门不到一个月,魏长则便昭告天下,脱离江家,带着藏色散人游历四方去了。 他们逢乱必出几年后,藏色有了身孕,才在怡陵一家客栈长期住下,直到藏色生下南海。 怡陵禁乱藏岗,邪岁诸多。 有了孩子后,他们便在怡陵暂时定下了。 直到魏英四岁半,快五岁时,收到江氏弟子的求救信号,他们便去帮忙了。 谁知这一去,就是永别。 江峰眠揉了揉有些疼的脑袋,道,长则与我是兄弟,你不要再乱讲话了,他们感情很好。 你这些话传出去像什么样子? 余子渊气道,怎么了?见不得我说那个贱人不好。难道我说得不对吗?要不是你的私生子,你那么着急找他干嘛? 阿娘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从侧门响起。 江峰眠见是自家儿子江城,便劝余子渊别当着孩子的面说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话。 余子渊不依不饶,拉过江城,对他道,看看你的好父亲,对你要求这要求呢,不曾抱过你哄过你,倒是惦记着某个私生子。 你要给我记好了,那个魏英,就是你爹讨厌你的理由。 余子渊。 江峰眠喝道。 余子渊冷哼一声,怎么了?戳了你的痛处吗? 江峰眠不想再跟他闹下去,走到江城身边,抱起他就走,余子渊在后面继续如泼妇般喊叫。 江峰眠跟江城说,不要把你阿娘的话放心里,他只是生气,说话不好听了些。 江城满眼泪水,委屈地嘟着嘴点头问道,那阿爹,你真的讨厌我吗? 江峰眠一正,怎么会?我从未讨厌你,只是对你要求高了些。 江城难得被江峰眠抱着,把头埋在江峰眠井薄处,轻轻地抽起。 江城难得被江峰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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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